欢迎来自这个全世界的杰斯家人们呢 参加我们今天的网上的视频会议 那这个在一开始之前呢 我想请大家可以测试一下 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 那我现在也要启动这个录音的这个机制 好再次谢谢来自这个全世界线上的朋友们 那我是Evan目前位于美国的洛杉矶 那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这个网上跟大家见面 所以先跟大家问好 早上好 中午好 下午好 晚上好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在我们线上有来自全世界 不同国家的朋友们 那我想现在就是这个利用这个科技 其实地球已经是平的 不再是一个圆的 好那我想今天的这个视频说明会呢 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我将跟大家用30分钟的时间分享 到底什么是现在最热门的一个平台呢 吸引非常多的这个主流的朋友们 甚至这个中小企业的老板们 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新兴的这个事业 他们到底在这里面看到了什么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培训 来教大家如果你想要从事这个生意 你到底有没有什么是关键的地方 让你能够真正启动的非常的顺畅 所以今天也会有第二部分的这个奖金收入的 这个培训啊 那我想每一个朋友在线上 我想这个中国人呢都非常怎么样 非常的努力 都希望出人头地 所以大家都想要开店怎么样 自己当老板 那我想呢在传统的行业要当老板 过去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你当然可以自己摸索来当老板 什么都是怎么样 自己来摸索 但是呢等到几年之后 如果今天你觉得好像得到控制 你的你的情况 你的营运的状况 可是有时候会因为法令的这个改变 或者整个全球大环境的这个变动呢 也许你的生意呢 跟当初所看的是完全不一样 当然也会有所怎么样 有所损失啊 那这就是传统当老板的最大的一个风险 那第二呢 另外一个方法当老板就是你可以选择 现在在市面上有名气的店 像7-11像麦当劳 像肯德基等等 那这个加盟开店呢 是算是风险比较小的一种 因为大家已经怎么样 已经把营运的模式呢 已经交给你了 但是这需要一笔很大的资金 而且并不保证什么 并不保证你开同样品牌的店 就一定能赚钱啊 那到底我们还有没有在现在这个机会 能够真的为自己创造另外一桶金呢 我想呢在这个各个这个产业啊 每一个成功的人士他都会同意 如果你要成功你必须要掌用掌有两个关键 而且是缺一不可 那第一个关键呢 你一定要做生意要怎么样 要抓住现在最热门的平台 而且如果你别别人更早达到 更早知道将来的趋势 我想你成功的几率是非常的大 但是第二点呢是更重要的 因为为什么 我想我们都知道哪个行业 是未来的趋势 但是不见得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跟这个趋势搭上关系 所以这时候如果你拥有第二个关键 就是一个完善的系统 能够教你怎么样用已经验证的方法呢 让你能够跟这个趋势搭上关系 当然这个成功就一定是属于你的 那什么是现在最热门的平台呢 就是美商杰斯Gness Global 那这个为什么说他现在是最热门的趋势 因为他完全符合全世界 现在各个国家各个市场 所需要的一个趋势 第一个就是大家当然都怎么样 都想要得到抗衰老的秘方 所以谁掌握抗衰老的生物科技呢 当然就是掌握了一个趋势 那第二个大家都想要的就是财富 经济上的自由 那我想很重要的这两个字就是自由 因为过去传统有许多老板成功 可是他付上了代价 是付上了时间 付上了健康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平台 在让你创造财富的同时 也让你得到真正的自由 把最宝贵的时间花在你愿意 花在的人身上 就是我们的家人朋友 我们爱的人 那到底什么样的平台 可以完全满足这两个大家都追求的 那我想在美商杰斯 就是完完全全针对大家的需要 所创造出来一个新兴的这个平台 那现在大家在荧幕上所看到的 就是我们公司的创办人 Wendy Lewis和Rendy Ray 那他们本身在全球网路通路 有超过二十几年的专业经验 那我们常常说当你要做生意的时候 如果你的合伙人有很大的资源 已经有成功的经验 当然你畅业的过程 就可以比别人轻松很多 所以站在巨人的肩膀 当然对我们是最有利的 那美商杰斯自2009年成立以来 现在全世界已经发展超过100多个国家 而且有20多个海外的分公司 那如果今天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视频会议的朋友 也许你会纳闷为什么我可能还没有听过这家公司 这就是重点 这代表现在是最关键的一个时机 因为公司的硬体软体 都已经架构完毕了 而且在过去四五年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见证 但是却不是家家户户都还知道 所以如果你看准了这一点 那你当然就是怎么样 就是在这个平台有很大的潜力 那美商杰斯它的商业模式 不是传统的贩卖推销 那我们所采用的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交互式网购 什么叫做交互式网购 我想现在大家都习惯在电脑上 在手机上去消费 可是不见得每个人有这个机会 抓住这个电子商务的平台 为自己创造另外一桶金 那美商杰斯呢就是根据现在 现代人的生活模式 所创造出来的交互式网购 让你在消费的同时 如果你愿意 你也可以为自己怎么样 开创另外一个网上的一个 有效的一个生意 那杰斯呢 不是凭空来抓住这个机会 杰斯呢他有很好的一个市场优势 是现在市面上传统行业都没有办法达到的 第一个杰斯拥有一个领先的生物科技 当然第二个 借着我们的创办人 他们的全球通路的经验 我们当然也可以立刻把生意 直接做到全球100多个国家 那我想我们先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生物科技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拥有国际的这个医疗团队 那最具代表的第一位呢 就是Dr. Nathan Newman 扭曼博士 那自己本身呢 在这个比佛利山庄 就有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整形科诊所 但是更重要的是呢 他在未来的医学 成人钙细胞的领域呢 得到非常高的这个尊崇的这个地位 那常常受到很多美国主流媒体 医疗杂志的这个访谈 那第二位呢 医生呢 他叫做Dr. Vincent Giapapa 那这个医生啊 他的来头是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 因为呢 他是其实是美国 也就是代表全世界第一位的这个抗衰老的这个医生 的执照拥有人 那自己呢 本身也是有许差不多10多本的这个抗衰老的著作啊 那他自己也是美国这个太空总署宇航局所聘用的这个医学顾问啊 那他在前阵子呢 也得到一个非常高的荣誉 就是得到诺贝尔奖的这个提名啊 所以我想有这样子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受到认可主流的这个医疗团队呢 来为杰斯做研发 为杰斯的产品做把关 我想呢 对我们杰斯的这个抗衰老的领域哦 占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一个关键的位置啊 那杰斯在抗衰老的部分呢 可不是让你在某一个部分变漂亮变白一点 而是杰斯所讲究的呢 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 叫做细胞优化系统 我想不然不管你问哪一派的医生哦 他都会同意 其实人生病就人就是你的细胞会出问题 所以当你能够掌握到一个关键的一个方法 能够帮助你怎么样 帮助你的细胞能够再生延缓老化 最重要的是 是在一个很安全的情况之下 达到能量平衡 我想这就是最奥特曼 最终极的一个细胞优化系统了 那我想在杰斯呢 所讲究的不是只是表面漂亮 他要由外到内 由内到外都能够完完整整的 达到细胞修复哦 那在由外到内的部分呢 杰斯所推出的呢就是拥有干细胞技术的产品 叫做Luminous的系列啊 那这个跟外面的保养品最大的不一样呢 他是运用干细胞技术研发出来的 所以呢 他能够直接进入你皮肤的底层呢 让你皮肤自动来分泌胶原蛋白 分泌你皮肤所需要的一切的营养素啊 所以呢 为什么那么有效 因为是你自己的细胞再生 而不是像外面高档的保养品 但是一样是有外在来的协助 当然没有由内到外自己的细胞再生来的有效啊 所以呢 我们的产品呢 举例来说精华液有超过248个以上的成长因子 所以呢 这个产品啊 用之前呢 你一定要照一张相呢 你才知道为什么现在全世界被他的效果所遭迷啊 那我们来看看一张照片呢 这个女士啊 她在使用这个精华液19天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看您左手边的照片 其实人啊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其实最快看到你的年纪就是眼睛下面的这个细纹啊 但是呢 她在使用我们的精华液19天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你右边的这张照片 不仅细纹减少了 更重要的是皮肤变得饱满 为什么 因为是自己的胶原蛋白产生了啊 所以呢 这个有些这个曾经动过刀 拉过皮的朋友看到这个照片呢 他们都被这个照片所信服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就算连拉皮 也不可能拉得这么的自然 所以呢 这个产品呢 就是在大众都可以使用一个很安全的情况之下呢 为大家能够产生细胞再生 我想这是市场最大最大的一个需求啊 那再看看这个第二张照片 那第二张照片呢 这个女士啊 他其实呢 他其实在这个杰斯一开始呢 这个五年前呢 他就已经加入了啊 但是呢 他想那时候还没有见证 所以他说我要自己在我的脸上来做实验 所以他非常的勇气呢 在他这个半边脸啊 抹上我们的精华液 那大家可以看啊 在你右手边的这个照片呢 这个你可以明显看到 你的左手边那一半面 左半脸呢 你可以注意看他的眼带 他的这个笑纹 还有最重要就是他这个脸的整个幅度呢 大大的提升哦 跟另外右边呢 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对比 那左手边呢 放着这个照片呢 就是现在已经震惊医疗界的一张照片啊 因为呢这个后来呢 他遇到一个皮肤癌的这个医生啊 那这个医生呢 对这个皮肤这个表面的这个效果呢 非常的惊讶 但是医生一定要讲究证据 所以呢 这时候这位医生就放了一个Dermosco 这个医疗仪器呢 在这个这个女士的这个皮肤 使用这一边跟没有使用的另外一边 所以呢 左边里面的照片呢 就是他皮肤底层的照片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使用的这个半边脸 这个这个女士今年是67岁啊 所以5年前她是63岁 那在63岁的这个妇女身上呢 能够产生胶原蛋白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见证啊 那反而另外一边没有使用呢 那为什么会有红色呢 因为人随着年纪增长啊 皮肤变薄 所以你看到这个红色的部分呢 就是这些微血管的部分啊 所以因为这张照片呢 这个皮肤癌的这个医生呢 也后来成为杰斯的代言人 为什么 因为他说呢 杰斯的产品比他自己研发的产品呢 都好上10倍啊 我所以呢 我想有自己这个同行的医生呢 来做推荐 我想这是最 已经算是最高的一个推荐了啊 在杰斯呢成为一个佳化 那我想呢 每年过生日哦 其实老化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已经很幸运 未到了未来的科学 能够让我们有选择 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张照片呢 就是我们还没有使用产品之前 50岁看起来像50岁 70岁看起来就像我们的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 但是如果今天有一套最新科技的产品 能够帮助我们内外都年轻的话 你看看 你就有机会成为下一面的这张照片的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同样是50岁 可是呢 他的外表还有他的精神呢 他的细胞呢 都相当于10年前的他 所以你觉得这样子的产品 有没有市场 觉得有很大的这个市场啊 那刚才我们讲到由外到内的保养品 现在呢 我来跟大家分享由内到外 最具代表的呢 就是我们的配全精华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荧幕上这个产品呢 很多紫色 那马上就联想到 什么水果是紫色的 红葡萄 所以呢过去呢 我们常常听这个医生说 这个喝红酒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 帮助我们这个心血管啊 帮助我们做一些保健的动作呢 最主要就是说红葡萄里面呢 有一个超抗氧化的这个成分呢 叫做白黎芦醇 那这个白黎芦醇呢 之后呢 也被哈佛大学 甚至在亚洲著名的这个荣种 或者是不同的医院啊 都被认可是一个什么 21世纪最大的一个发现啊 那杰斯的这个配权精华呢 跟这个市面上的白黎芦醇 最大的不同点呢 就是第一个我们是采用革命性的 这个悬浮技术啊 所以像在这个一小袋 一小袋里面呢 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是呈现的方式是液体 所以很快就能够被身体所吸收啊 那第二呢 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杰斯 除了主方式配置白黎芦醇 那他添加了一个黄金配方的 这个许多的成分 像这个红石榴 黑樱桃 芦荟 绿茶等等 那这些成分呢 都是你的医生营养师 告诉你要每天多多的吃 多多的食用啊 那杰斯的产品啊 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交互作用呢 可以帮助我们修复我们身上 我们甚至不知道已经正在损坏的细胞 那更重要可以保护好的细胞 所以杰斯的产品呢 是适合人人都可以使用 健康的或亚健康的朋友 那我想今天啊 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个朋友 我们非常的幸运 因为呢 我们今天就可以享用未来的医学 那杰斯一系列的产品呢 就是往这个细胞优化系统的这个方向呢 为大家能够造福我们啊 那我想呢 刚才提到已经有那么好的一个 最有实际的这个趋势 那现在呢 我想每一个人都心跳加快 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趋势 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跟这个趋势搭上线 可以的 因为如果这时候你有一个完善的系统 那教你怎么运作 用成功的方法 我想每一个人不管你的背景啊 那不管你的学历 不管你的口才 每一个朋友都有很大的几率 可以在现在这一波的财富 能够为自己种下挖到另外一桶金啊 那这个成功的第二个关键呢 完善的系统 我们就是首推US全球创富系统 那我们的系统创办人呢 叫做Kim Huy 那他是这个美籍的华人 在电子商务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啊 那最重要的是很多呢 行业成功的人士 其实我们梦想要跟他学习都不太可能 可是Kim Huy呢 因为他自己是白手起家的 所以他非常的了解 创业的这个时期呢 有非常多的挑战 所以呢 这就是他为什么创办US全球创富系统 希望能够把他过去20年成功的经验 能够像装在这个胶囊里 帮大家能够很迅速的去复制 那我们US全球创富系统呢 我想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大家创造 创业的价值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在创业的路程当中 不仅创造财富 最重要你可以找到每一个人 人生最高的一个意义啊 那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老师呢 来带领我们 我想这成功呢是指日可待啊 那为什么要有一个系统 因为这个系统呢 就像我们事业人生的这个导航仪 我想现在开车 已经没有人在看地图 都看导航仪 因为呢导航仪把所有的资料怎么样 都输入 能够帮助你找到最短的一条捷径啊 所以呢 如果你有这个全球创富系统呢 他会随时提供你所需要的知识 工具讯息 那你愿意的话呢 你可以在创业的过程呢 得到正面的能量啊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很多主流的老板跟专业人士 加入这个平台 因为当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 都是自己一个人怎么样 孤军奋战 没有人怎么样能够跟他们一起 但是呢在杰斯这个平台 在US全球创富系统的环境里面 每一个人都可以一起合作 那大家分享成功的经验 我想呢这创造出来的价值 是钱都买不到的啊 那我想呢今天为大家所呈现的呢 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这个完美组合啊 连美国的这个Time Magazine时代杂志呢 都认可如果你要成功一定要抓住趋势 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完善的这个系统啊 那我想呢 每一个朋友想要创业 只要做两个非常简单的动作 第一个呢你就选择加盟网店 第二个选择适合自己的套装 就是那么简单啊 那为什么要加盟网店呢 因为呢公司会把所有 你需要做生意的工具 网店独立办公室 而且呢因为我们是美国的公司呢 所以呢所有的奖金都是以美金来播放啊 所以呢会有每一个人也会 有一个美国的这个独立的这个资金的这个账户 那这样子其实呢 你在你的iPad你在你的iPhone呢 这个推荐人会带你在几分钟的时间呢 你的生意就可以怎么样 往全球去迈进 这跟传统老板传统创业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想呢传统的行业要自己去怎么样 找仓库自己去找员工 自己花钱去请人设计网站 那还要自己去怎么样 自己去找通路 可是呢在杰斯 只有你愿意在短短几分钟时间 你就可以把你的生意运作到全世界啊 那再来呢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你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套装 那对于已经闻到商机的朋友们呢 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选择一年 如果你在的国家呢 有一年的商务套装这是最好的啊 那这一年呢 就是你所有需要做生意的这个投资啊 而且是换到怎么样 超等值的这个高生物科技的产品 来帮助自己帮助家人 那对于有些朋友呢 也许他现在呢 创业不是他的第一个选择 但是呢他要好好照顾自己跟家人的身体 那他们也可以选择体验套装 那体验套装呢至少要有三个月的量 让你能够有机会去怎么样 去让你的细胞真正的达到这个修复 那我想呢就是这么简单 当你一旦把你的网店设计好呢 你就可以跟随着系统呢 把你的生意做到全世界 那杰斯呢拥有一个革命性的这个全球商机 那我想因为今天的这个特别培训呢 也在跟大家分享奖金收入 那在这里呢我可以把一个概念来带给大家 我想呢杰斯的收入第一个是非常的有人性化 因为每个人可以随着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时间呢来选择想要赚取的收入 那我想第二个呢 杰斯的奖金收入是非常的公平 什么叫做非常的公平 因为这个收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经销商 只要你愿意怎么样愿意跟随的系统去学习去运作 事实上你的收入可以大大的超过 推广你的推荐你的朋友的收入 所以呢为什么很多朋友喜欢这个平台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喜欢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意 都喜欢一个公平的一个平台 那我想呢我们的收入呢 这个有消费收入 那也有分享的这个推广收入 但是最迷人的呢就是你有机会把你的生意 运作到全世界能够赚取全世界陌生人的收入 那如果你愿意呢花时间去 去这个跟你的朋友分享 其实也许我们自己 目前没有花太多的时间来运作这个生意 但是这个生意让你有机会去怎么样 去借力 借比我们更聪明更努力的朋友 那这样子呢公司也会发放给你什么 额外的这个管理奖金的收入 那最棒的是呢 其实杰斯 其实我有时候在分析 其实传统的行业 目的是什么 就是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利润 但是杰斯这个平台呢 没有错也是生意的一种 所以目的也是要创造利润 但是因为我们的优厚的奖金制度 所以杰斯的平台不只是创造利润 最重要的是他会把利润怎么样 跟他所有的经销商来做利润的共享 我想这是最迷人的地方 因为传统的行业 如果今天我就算给最棒的公司去打工 公司营业额几百万几千万几亿 很抱歉都跟我没有关系 因为本身传统行业没有一个利润共享的一个 这个机制存在 但是在美商杰斯 他借着他优厚的奖金制度 公司会把怎么样 最大的利润拨出来 跟所有全球愿意努力的经销商来共享 我想光是这个观念呢 我觉得让每一个想创业的朋友 你的每一分努力都是值得的 那对我来说在过去4年 我从一个做投资理财 十几年的基础转换跑道 到参加美商杰斯这个生意 对我来说我不晓得当初一个小小的决定 现在能够让我的事业运作到全世界四五十个国家 而且我不需要搭飞机 每一个国家都去运作这个生意 我想这就是这个平台最美妙的地方 所以我常常说我做投资理财 过去帮很多成功有钱人士做理财规划 我从来不知道有一个平台 是可以靠着自己有心的资源 加上公司无限全球的平台 让我的怎么样 让我生意的利润 能够在全球产生最大化 我想这是我在过去商学院没有办法读过的案例 从来没有过 因为这是最新的一个趋势 最新的怎么样的一个电子商务的平台 我想今天第一次来参加线商说明会的朋友 其实你要谢谢今天邀请你来的好朋友 因为我想如果你在寻找一个机会 能够让自己怎么样 让自己不仅财富能够增加 还有能够跟国际的平台接轨 跟世界的趋势走在一起 我想你来对地方了 那怎么去运作这个生意 其实不需要担心 因为我们有一个完善的系统 会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去运作 所以我想第一次来听事业说明的会朋友 赶快询问邀请你来的朋友 要怎么样开始拿出你的iPad 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你的生意就可以马上拓展到全世界 那我想今天的这个事业说明会 就先到这里再告一个段落 那我们可以休息5分钟的时间 让大家能够这个喝喝水上个洗手间 那对于想要学习这个生意最美妙的地方 就是奖金收入的部分 到底要怎么看怎么做 可以把奖金做到最大化 那我们在休息5分钟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回来展开我们今天的特别的培训 这个培训的主题就是你的新世界 会在了解金流之后正式开始 OK那我们5分钟后马上回来 拜拜